大批市民走回市買賀年產品等等 希望可以走大運 我們的同事五毛年現在就在維園 五毛年來現場情況是否很熱鬧 李卓文,維園這裏簡直越夜越熱鬧 完全是人山人海 不少市民提早食完團年飯 早點過來行年宵素貨 希望年宵的尾聲可以多買些便宜物 至於檔攤生意方面 我和一些賣乾貨的檔主談過 他們說現階段已經回本 希望今晚可以賺多些 至於一些賣蓮花的濕貨檔 亦已開始減價促銷 詳情由朱欣培報導